8月以来 医药反腐话题热度持续 一方面是新闻上受惠100套房的院长 另一方面是薪资1600元的普通医生 极端的案例下 是否身处医疗行业的人都涌动着想法 舆论先是以不放过一个坏人的姿态迅速炒热 再是以不污蔑一个好人的名义开展反思 反腐他和我有关 来自华东地区是一级三甲医院的临床医生张静文 如是表述他的困惑 在国内像张静文一样的基层医生并不少 他们目前同样身处医药反腐风暴引发的洪流中 在张静文看来 反腐和他们普通医生的关系就是 我一毛钱都没拿到 据已经工作了6年的主治医生徐凯介绍 虽然他所在的医院 目前受医药反腐的影响是实打实的 而他的心态更多的为吃瓜 据徐凯观察 眼下行业内的各大医院 肯定难以见到医药代表的身影 医疗会议也停了不少 比如 由于医药反腐 教授们都不敢出去开飞刀 随之而来的就是 我们现在一堆手术 来者不拒 手术量多的飞起 教授们都在医院疯狂做手术 徐凯对医生的职业思考的表述中 流露了极大的悲观 他说 在中国当医生很没意思 徐凯的这句话 用另一种说法可以表达为 晋升艰难 出路渺茫 在谈及对当前反腐浪潮的看法 徐凯表述为乐见其成 这一发言首先有一定比例的情绪宣泄 但也包含着第二层意思 徐凯认为 他给了医生重新思考自身职业生涯终极目标的机会 请不含 др